明星快报报 是如何度过的呢 近日 赵本山的女儿求求 就公开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两人都穿着红色的衣服出镜 相当的喜庆 有趣的是 估计是过年的氛围 非常不错 赵本山也是在视频中 吃起了冰棍 整个过程也是相当的搞笑 虽然是一个简单动作 但是看了也是很有趣 也许是观众均怀念 那发自泥土的真情实意 实实在在的 艺术经典佳作 小品王当之无愧 更搞笑的是 在吃完了年夜饭之后 赵本山也是 开始玩起了钓鱼游戏 只不过虽然今年 都六十多岁了 但是赵老师 也算是同心未明 而且他真的是眼不花 而布隆 钓起鱼来 也是得心应手 一分钟的时间 就把整个鱼池里 三分之一的鱼 给钓干净了 离开了春晚的舞台之后 赵本山也不用出什么新作品 管好自己的徒弟 开开心心的 过自己的生活 毕竟这么多年下来 赵本山的压力 可想而知 但对于退出春晚 离开小品舞台 其实赵本山 早就做好准备了 都这么大岁数了 也没那么大精力了 还不如把身体养好 不愁 吃穿早睡早起 在农村睡热乎的土炕头 空气也新鲜 多谢意 其实这 就是一个老人 退休后的正常生活 做做运动 养养鸡 种点菜 做做饭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样的日子 叱咤风云的大忽悠 把生活慢下来 是健康长寿的节奏 挣钱多钱少不要紧 挣钱够花就行 还是赵本山想得开 在乡下 有几间大碗房 有块小弟 平日一年三季 种个五谷子杂粮 种几样小菜 过着田园生活 挺好当然 对于赵本山 再度缺席春晚 很多人 而已是相当遗憾的 那时候 忙碌了一年 一家老少厨妻 就守着电视 等本山大叔他们 带来一点乐子的 大家都喜欢 看有赵本山的春晚 如果没有赵本山参演 总觉得像吃菜一样差一味 只不过 估计赵本山应该 很难再出现在 春晚的舞台了 年龄大了 也经不起折腾了 名声也足够了 上春晚也不能给自己 多一些光环了 与子女在一起 享受下 退休之后的生活 真的很不错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